林阿姨 您好 好久不见 您好 你坐下呀 二位要喝点什么吗 那个就不用了吧 我们就直奔主题吧 好吧 好 想给我儿子当助理的人啊 太多了 我这面试了一天啊 这眼睛都看花了 对了 英俊 刚才那个 是什么历大学毕业来着 您说的那是伯克利 但是我觉得那孩子不行 有点太学术了 我觉得一会儿还是要面试一下 那个耶鲁大学人呢 其实什么学历不学历的 我并不看重 我觉得这社会经验 那才是最主要的 对 我从大一的时候 就在学校外面打工了 很多的工作我都有做过 选这个助理啊 我还真的得要精挑细选的 这几年啊 她的工作压力比较大 怎么说呢 尤其是她的情绪啊 有的时候会喜怒无常的 前一阵子被查出来 说是有点躁欲 但是这个要是变成躁欲症 可就麻烦了 对呀 所以呀 我要好好地选这个助理 平时呢 能给她做做饭 在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啊 能够开导开导她 照顾她的日常生活 阿姨 其实我对心理学 也略有研究 像她这个情况呀 她一定要保持一个健康的 规律地做起生活 她绝对不可以 熬夜 加班 酗酒 她得早起早睡 定期锻炼 这样才可以 太好了 对吧 那您觉得我合适吗 太好了 这天实在是太凉了 不好意思啊 那个 咱们还是先看一下合同吧 毕竟这个合同 条款还是挺多的 对对对 你看一下合同 多看一下 阿姨 签好了 签 签好了 签 签好了 方言啊 那我儿子就交给你了啊 阿姨您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阿姨今天怎么没关灯啊 这不过打扫得挺干净的 没想到第一次见面就以这样的方式 她不会又把我当做脑三分了吧 她把我赶住就怎么卖啊 变儿的 还是 我们天道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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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今天新来的助理 之后会二十四小时照顾你 和冒险以这样的方式 跟您见面 十一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的粉丝 你的背后有一个台积 怎么是你 妈 你为什么安排一个莫名其妙的 你住进我家 小妍今天搬进去了吗 你先回答我 小孟 你是不是害羞了呀 小妍可不是莫名其妙的人 她是我给你找的小管家 过几天啊 我要去冰岛了 然后呢 我就拜托她照顾你两个月 两个月 我不需要别人照顾 而且你也知道 我不喜欢跟别人住在一起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我可把你小时候 光屏固的照片发布到网上了 让大家都看一看 到底是谁把你照顾得这么大 妈 你要再说我可真发了啊 停 停 停 小孟 这孩子挂了 我儿子这下子 可有女朋友了